第七十三章 误会 找我的? 顾十八娘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口里问道 找错了吧? 这偌大的健康城,谁会认识她这一个小女子呢? 更别提是上门送明帖了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五章了 曹氏看着手里一碟做工考究的明帖 也是一脸疑惑 打开最下边的一张看里面 宝和堂王一章记上 腊月十七日在半夜顾家十八娘子 果真是找自己的,还在半夜 宝和堂? 顾十八娘终于停下手里的活儿 她自然知道宝和堂很有名的一个药行 而且她家的确是姓王 将油纸收起来,木框扣住铲鱼 跟着曹氏走出来,洗了手 再接过那些明帖看起来,越看越惊讶 这些明帖上的名号,她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有健康本地的,也有其他州府的,但相同的是,这些都是药行 她认得其中几个明帖的主人,竟然都是这些大药行的大掌柜 但关键的是,就算是那一世的顾十八娘,也没机会跟这些人直接打交道 更别提是收到人家的明帖了,还是如此恭敬的口吻,完全是后辈尽长辈 这些人,疯了吧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曹氏看着她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认得 不认得 顾十八娘摇摇头,翻来覆去地看着几张明帖 这些人说送错了吧 话音踩落,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曹氏看了顾十八娘一眼 我去看看 顾十八娘起身走出去,打开门,站着两个轻音小丝,神态恭敬 你们找谁呀?顾十八娘问道,一面打量他们 哦,我们是宇州同胜德要行的,这是我们掌柜的明帖 其中一个忙躬身达道,双手奉上一张大红金面明帖 谁?顾十八娘惊讶地道 呃,宇州同胜德 小丝见得不见,有些缓口 顾娘子冒昧起来,还望见谅啊 宇州同胜德,那可是放眼全大洲也数一数二的大要行啊 给我的?顾十八娘觉得有点好笑,指了指自己 是,顾娘子还望顾娘子多多关照啊 小丝再一次的双手奉上,谁关照谁呀?顾十八娘有些哭笑不得了 要我关照?我关照你们什么呀?药材呀? 她忍不住笑道,此言一出,小丝面色大喜 顾娘子,若是要出药,只管让人到药行街上,同胜德说一声,我们分好掌柜,定会亲自前来的 一面说,一面连连道谢,顾十八娘有点傻了 看着这两个人,他们的意思是,要买自己的药吗? 你们是说,想要我的药? 她问道,同时有些狐疑 你们知道我买药? 两个小丝对着一眼,低着头恭敬道 大娘子说笑了 看着告辞而去的二人,顾十八娘仍觉得有些糊涂 她翻着手里的鸣铁,应该不是有人要耍自己玩的吧? 佟顺德肯收我的药? 她难难地道,又看了桌子上其他的鸣铁 这些人莫非都是为了她的药吗? 她不由地笑了 笑什么呢? 曹师问道 没什么 顾十八娘依旧笑着,将手里的那张鸣铁扔在桌上 娘,我想这是误会,可能是送错了 这条街上信雇的人很多,但还有叫十八娘的吗? 不想了 我送药去了 顾十八娘站起身,且不管这些药行是不是真的想要收她的药 至少没有送了鸣铁的大友生一定会要她的蝉酥 还是这个钱挣得真实点 走进大友生药棚,却没见上一次的那个山羊湖男人 姑娘合适啊 一个小伙计问道,以外放下手里的抹布 我是 顾十八娘才张口就听见一阵少女的嬉笑声从门外传了过来 您少爷到你家宝地了,可能让我们吃杯茶呀 一个娇媚的女生说道,一个男子清亮的笑声随即传来 哈哈哈哈,那是自然,这是小姐们赏脸呢 这个男生一想起,正等着顾十八娘说话的小伙计立刻扔下她 小布跑到门口,几位靓丽的少女出现在门口 在他们身旁走着一位英俊的公子 这位公子衣着华丽,面上带着得体的笑 一双眼,几乎是一动不动的钉在其中一位少女身上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慕 那位容貌出众的少女,此时正名嘴浅笑,越发显得动人 不过,那名人的笑,在看到室内的顾十八娘时,呼得消失了 顾十八娘?是你? 少女脸色一僵说道 希儿姐姐 顾十八娘面无表情地道 看到他们认得,一旁的少女们都有些好奇 希儿,她是你妹妹呀 有人问道,过了山的女儿顾兮哼了声 将小小可爱的脸往别处一扭 不算妹妹,我们族里的而已,把钢子都打不着的 看着眼前的少女摆明身份的动作,顾十八娘只是一笑 那一世他们的关系还不错,当然,前提是那时候的顾十八娘很听话 指东不往西,骂不完口,是打不完手 灵少爷 小伙计点头冲那公子问好 那公子的目光一直随着顾兮而动 看到了五十八娘 当然也一眼看出二人之间关系貌似不怎么样 顾十八娘,你来这里做什么 顾兮见顾十八娘对自己没什么反应 不由得有些气恼,咬着粉嫩的嘴唇问道 卖药而已 顾十八娘淡淡地道 卖药?少女们对于这个词很好奇,纷纷焦头接耳 卖药?哼,你又做什么怪呀 顾兮哼了声,皱眉说道 顾十八娘没有理会的,而是转头看着桌面 等着那位小伙计问候完自己的主子 见到他竟然无视自己 顾兮气得小脸通红 果然跟爹和娘说的一样 这一家人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以前逢年过节来,都小心地跟在自己身后 只为了能得到一件自己穿剩的衣裳 瞧瞧,这才得了老族长给的房子和铺子 就把眼睛长头顶上去了 他今天可要好好地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人 眼珠一转,看一像站在身边的公子 露出一丝浅象 少女娇媚眼波飘过来 公子忍不住呆滞了 也算是成年榴莲花丛 见惯了厌肥还寿的人 却忍不住有些紧张了 人都说永风绸缎庄的三小姐就跟上好的丝绸一般 以往她还不信 虽有心相交 但一直没有机会 凑巧今人遇上了 果然一颦一笑都让人浑身酥软 这要是娶回家了 看到这公子瞬间表情呆滞 满眼炽热 顾兮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林少爷 这是你家的药行吧 他提醒道 连声音都那么动听 跟黄鲤鸟叫似的 公子黑黑地咧嘴笑了 啊哈哈 是 他回过神 将胸脯挺了挺 带着几分得意 却又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的 这是我们大有声的一个小药棚 说着又羡慕地冲少女的 比不上希儿小姐家的丑短行 还望小姐不要嫌弃 进去吃杯茶 林少爷 顾兮闷嘴一笑 目光看向一旁的顾十八娘 我这个妹妹好像是来卖药的 你快去瞧瞧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了 公十八娘文言飘过了一眼 对这种小女儿的心思 她清楚得很 看来今日出门没看黄鲤 只怕买卖不易 美人的心思 公子自然也领会了 她倒还不傻 也还不至于为了美人一笑 就杀人放火 把自己搭进去的蠢事 她林少爷可是不会做的 目光再一次投向顾十八娘 从穿着打扮 判定了其家境不好 更何况是来卖药 卖药啊 这药材炮制都是大男人做的出国 好人家的小姑娘 谁会做这个呢 这个美人的欢心 讨得 公子一眼之间 心里就有了定论 这样啊 她应声说道 面上浮现出几分为难 我们大有声的规矩 是不收外药的 顾十八娘不由地浮现起 一丝嘲笑 不带头说完 转身就走 哎哎哎 这位姑娘 公子一愣 倒没料到这小姑娘 一句话不说 抬脚就走 她要是走了 还怎么给美人睁脸呢 怎么 顾十八娘看着 一步站在面前拦住自己的青年 淡淡的道 既然是希儿小姐的妹妹 就另当别论了 她露出温和的笑容 她对自己的容貌很有细心 再加上家里有钱 只要她愿意稍微放低一下身段 很容易就能得到女子们的青睐 这个小姑娘 定然也不会例外的 林少爷很自信 哎 我瞧瞧你的药 她说的露出了迷人的像 伸手拿过顾十八娘手里的竹筒 这是什么 作为大有声药行的一位少爷 她倒也不是不学无术 哦 禅苏啊 少爷说道 看了眼一旁站在一众少女中 格外娇媚的顾兮 皱着眉 装模作样的 看了又看 这个啊 看上去也不怎么样了 林少爷 去帮帮忙 人家家里也不怎么好 多关照一下嘛 顾兮兮兮的笑道 一面投给顾十八娘 一个得意的眼神 这个嘛 公子一副为难的模样 还没有说完 山羊湖从堂内走了出来 啊 林少爷来了呀 快里面坐 他忙说道 一眼扫过去 见站着这么多姑娘 有些意外 但一想到自己家 这位少爷的品性 又释然了 目光落在顾十八娘身上 愣了愣 旋即浮现起一丝笑 小娘子 你来了 他转头 冲顾十八娘笑道 顾十八娘 冲他恶手 老杨啊 见山羊湖 与顾十八娘 似乎认得 公子有些意外 咳了一声 决定 演戏演到家 你来的正好 这位姑娘 是来卖药的 按道理呢 我们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山羊湖伸手 接过了她手里的竹头 小娘子 你果真做了 蝉酥 山羊湖说道 一面伸手 从中 沾了一些 在手指上一撵 又放到鼻头一袖 打了个喷嚏 不错不错呀 酥起得很好呢 她揉着鼻头笑道 有多少 我都要了 这一句话 让药棚里的其他人 都有点意外 尤其是顾熙 瞪了那山羊湖一眼 哪有这样笨的管事 怎么也不看看 你家少爷的眼色 演戏都不会呀 公子八娘一笑 将另一个竹筒递给她 不多 只有这些 山羊湖点点头 你这两三天 能做出这些 不错了 这情形好像不对吧 公子有些发愣 没想到 这小娘子的药 是已经说定要收的 这样还有她什么事呢 还怎么让小美人出口气 看一旁顾熙的脸色 有些难看 忙咳了一声 心一横 老杨啊 这样不好吧 她沉下脸说道 别坏了药行的规矩啊 药行的规矩 啊 林少爷是这样的 最近急需传诉 大少爷发话 说允许大量收购 山羊湖蒙解释道 大少爷 公子听了有些愁愁了 顾熙瞧出来了 眼珠一转 在一旁轻轻笑了声 公子听见了脸色不由 更难看了几分 不行 今日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 以后他林少爷 还怎么出去见人呢 我又没说不让你收购 公子哼了一声 看着山羊湖 眼神很不善 用不着拿大少爷来压我 山羊湖此时听出来 这话不对味了 他有些疑惑的看了眼自己的公子 又看了看顾十八娘 貌似 在这气 可是犯得着吗 山羊湖什么人呢 眼光一转 便看到一边俏裂的几位少女 悬起明白 是自己家这位风流少爷 要博美人一笑弄出来的事 吃人家的饭 自然不好得罪主家 虽然这位少爷在家里 不怎么受待见 但少爷就是少爷 血浓于水啊 得罪他不太好 只是这位小娘子 看到山羊湖眼里的惬意 顾十八娘了然了 便冲山羊湖一笑 投起一个我明白的眼神 当然了 他说道 伸手拿回了自己的竹筒 山羊湖背着小娘子的笑 再一次震动了下 他不由眨了眨小眼 这份心智以及隐忍 可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孩子能有的 看着那小姑娘转身走出去 山羊湖心里闪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似乎觉得不教好这个姑娘 以后一定会后悔的